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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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空23冠冠冠出区火鬼在冠冠市南区公园边的火禅最大来基盘 配合火鬼的总厚 自四月一号 一直开放到四月三十号围记 要让民众免费集园参观 关注王火比欢迎专国民众 做回来在这种色水险的火海当中散步 今天也是我们鼠葵花季的开始 那要特别谢谢 我想说这一段大多年要怎么样找出我们自己的特色 要特别谢谢我们从张景昆市长开始 我们的这个 除了我们关注的蜜天一号百孔山一号 那就想到说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这个好的漂亮的再介绍给大家 那开始把鼠葵花带进来到我们园林地区 那接二连三在我们的邮市长这四年 今年是第五年非常的把它发扬光大 那也把地方稍微换了一下 那这个规模越做越大 管政府也没努力 我以前到这样也九十万的 那就是再再希望都会区我们的乡亲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 所以当然今年的树核花季完全都不一样 因为以往都是白天赏花 今年特别就把它晚上也可以赏花 因为今年我们的万兔水的一个灯会办得非常成功 我们就把主灯移到我们的南七公园来 所以在白天可以赏花 晚上也可以赏灯 当然万人大家知道 好吃的美食很少 我们的小事现在都集中到我们的南七公园 所以到南七公来赏花 又可以吃到道地的一些美食 所以在这里邀请我们全国的美食 可以到南七公来赏花赏灯吃美食 真的我们除了田委的一个公路发言之外 彰化真的是个花都 那国防局啊我们江区长也特别交代 要好好的来把我们的彰化 这个花的课程推展出去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我们数回花季 我们也一起来协助 那我想说我们将来越来越做越大 尤其在疫情开放之后 我们的国民旅游 还有我们的国外的观光客 他们很喜欢看花 尤其东南亚 所以我以身为园里的子弟为荣 我们彰化园里真的是一个观光的好地方 火现原人社区会害坍陷去 火禅的面积还有八分多 终于一万人社区会选择当中 外公自四月以后一直到四月三十号为止 欢迎民众把握最好的新火期间 全王新火选择 公益民族 林宜准 万林彩虹报道 公益民族 林宜准 万林彩虹报道